是一老人忘记了所有人 唯独自家狗狗记得清清楚楚 人与动物的感情有多纯粹 这天一名女子找到了节目组 说自己遇到了一条 行为十分怪异的狗子 她一直在这户人家附近游荡 每当有人从门前经过时 狗子就会跟在身后 走到门口就会停下 还不断发出叫声 而当女子下楼时 狗子依旧跟在后面 时不时地叫几声 好像是有什么事情 希望女人帮忙 好心的女人在狗子的引导下 敲响了这户人家的房门 然而一直没有人开门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不只是她 邻居都曾帮忙敲过门 然而狗狗却一直守在门口 貌似十分希望房门能够打开 看着可怜的狗狗 女人动了侧隐之心 帮忙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这家房屋的主 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 不知怎么老大爷很长时间 都没出现 前前后后加起来的时间 应该有三个月了 最后实在找不到老人的联系方式 女人这才找到节目组帮忙 经过节目组的奔走寻找 这才知道原来在三个多月前 老大爷在家中突然倒地昏迷 狗子担心爷爷的安危 跟着救护人员一起出了家门 没能登上救护车的狗子 只好守在家门口 等着爷爷回来 另一边节目组来到医院 找到了留院观察的老大爷 他们把狗子的事情 告诉了院方 希望能让狗狗前来 探望一下心心念念的爷爷 院方感念狗子的忠诚 同意为他们安排见面 住院的老大爷 知道了狗狗要来探望自己 别提多高兴了 在约定的日子与地点 阔别三个多月的主仆终于见面了 老人一声呼唤 狗狗瞬间精神了起来 朝着轮椅上的老人飞奔了过去 他扑在老人怀里不断叫 仿佛在诉说三个多月来 对爷爷的思念 一旁的邻居们看着深情的主 都不自觉地感动哭了 然而这终究只是短暂的相聚 老人还要继续接受治疗 狗狗不能陪伴在侧 最后狗狗被送进了宠物店 老人出院后就可以临走 希望老人早日出院 请不吝点赞订阅